他就把鑰匙 安心的給他耶 我跟你們說 你們再不要被媒體洗腦 像是什麼法國浪漫 一點都不浪漫 義大利浪漫 哪裡浪漫 很髒 小偷很多 我跟妳說 我現在在寫一本書 來拯救這件事情 義大利一點都不浪漫 而且托斯卡尼哪裡漂亮 我跟妳們講 對 在托斯卡尼的鴨鴨下 不是在托斯卡尼拍的 那在哪裡拍的 南部 因為成本的關係 所以他們不可能在托斯卡尼拍的 南部真的也比較漂亮 比別不漂亮 但是我覺得不可以說 不可以說義大利不浪漫 應該是羅馬不浪漫吧 而且羅馬其實也很浪漫 就是他覺得不浪漫而已 要看你對浪漫的定義 如果你說做愛是浪漫 我們確實非常浪漫 我們是做愛大人 我們可以連續三四五個小時都不停 請問一下你們做愛 三到五個小時是想要虛脫是不是 不是 想要讓你們女生爽翻天 不是 來吧 然後休息一下 不是 我想要請問一下 那請問 羅馬人在做愛做的這件事 才怎麼樣開始 通常我們是什麼 新臉腳對不對 但是在羅馬不是 我們在羅馬是 是什麼呢 麻煩你來示範一下 示範一下 凱蒂 拜託 給他示範一下 六月節這麼不敢 我怕我兒子看到 對啊 這麼高 不能到最後 你看 不許擔心 好 那我們就要開始 我這邊來了 請閉上眼睛 還要閉眼睛這麼浪漫 吹氣 我們在耳朵裡面會吹氣 因為這樣子女生 他在耳朵裡面會吹氣 他在耳朵裡面會吹氣 我來 我來試試看 你閉眼睛 好 我來 你 有了 你不覺得會很想要反手 巴掌過去嗎 但等一下 他這個吹氣有點沒有放感情 他是這樣 來 你眼睛閉起來 是我也會啊 也許這招很好用 可是因為他的臉很猥褻 他的臉很... 所以他才說眼睛要閉起來啊 不是 我想好奇是 韋家的 你們就只有這樣吹完氣 一直吹 吹三個小時啊 是 我們從頭開始吹 然後到別的地方 就一直這樣 是... 然後吹到重點 那太好笑了 真的 弄好久喔 廢活料要很好耶 美國沒有這個辦法 天龍國的邏輯我不懂 但是我覺得紐約語有點怪怪的 其實一直有很多不同的風格 你知道嗎 有紐約披薩 有卡洛福尼亞披薩 有...也有 西卡古披薩 那為什麼 那我還沒講 你不要... 你先聽我講嘛 我看你這種身材 應該吃得過很多披薩吧 你先聽我講嘛 好 反正 我們美國也有很多披薩 義大利也有很多披薩對不對 那為什麼紐約人就... 就覺得其他的城市 或是其他的style的披薩 就不是披薩 我問你一個問題 他們都說那個不是披薩 那個不是披薩 你要去紐約才有辦法吃到真的披薩 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有沒有聽說瘋狂 你這個城市的義大利黑幫嗎 也沒有 我沒有 因為義大利人都不在那邊 但我們也尤其義大利人好不好 義大利人都在紐約 所以義大利人做披薩 那當然你要跟黑人做披薩嗎 你做披薩我不吃 沒有 黑人都不會 但黑人當然不會做披薩 你做披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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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做披薩 那我送你一個黑人做中文菜 你會吃嗎 不好意思 你們兩個可以好好的講話嗎 不 你先講一下 為什麼是這樣子 西卡古披薩好吃嗎 好 我好跟你平手 就像你在台灣 有一個黑人做中文菜 你會吃嗎 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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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吃是黑人 什麼都會吃 我吃是黑人好不好 黑人做什麼我都會吃 因為什麼你覺得很棒的 所以你覺得你們是天龍國 是OK的 我覺得我們很多時候很OK 我們有主題歌 我們的衣服都穿得很好看 我們的東西吃得很好 我們都是一個很美的城市 你過去 你什麼盟主帝可以變成真的啊 只要你有想法 都可以在紐約過下去 就我們東京人 像每個地方 就走一分鐘就有便利商店 那有便利商店 再走一分鐘也有便利商店 酒桌呢 有 酒桌呢 你有沒有吃過酒桌 夢多我想很喜歡 酒桌便利商店 跟便利商店的距離多遠 超多的啊 真的嗎 中間幾分鐘 講 真的啦 沒有… 也是看地方 像我們酒桌 我酒桌 對 我的速度差不多兩分鐘 沒有 其實看地方 像那個酒桌 因為是空氣這邊 雖然是鄉下 但是比如說買東西要幹嘛 就很方便 都擠在一起 但是東京的話 就比如說那個姿態啊 姓氏啊 就是一定要走捷運 比較遠 然後就是你們只是比較大而已啊 來 巴比歐 你覺得天龍國巴黎的人都怎麼樣 對啊 巴黎人 巴黎人會看不起 從法國南部的人 因為我們有不同的口袋 然後同一件事和東西啊 我們有不同的說法 比方說 買東西要一個袋子 我們會說我要一個口袋 我一直… 要一個口袋 口袋 口袋 對啊 口袋 骨子裡面的口袋 奇怪啊 巴黎人不口袋 袋子是一樣的意思 所以我去巴黎人買東西 然後我付錢啊 我問他我要一個 請給我一個口袋 聽不懂 他講我再一次啊 請給我一個口袋 還聽不懂 好 我要這個袋子 他馬上很生氣 把口袋…把袋子給我說 你們能不能… 這個袋子不是一個口袋 你們能不能不能說法文啊 結果你們… 巴比歐心情了 巴比歐… 我問你 那個…是不是夢多教你的 沒有 可能是… 對啊… 只有你們對手法文嗎 其實… 其實… 他們的口袋 那麼奇怪啊 而且他們用不對的字啊 好…我給你聽 比方說麵包 我們當然不會說 我們都會說 這是… 很噁心啊 他們加一個… 最後… 一個半個… 一個半個… 我們說話的時候是比較… 近期來… 夏天啊 比較近些… 而且他們很嫁… 很噁心啊 沒有… 你最近覺得是這樣 但是我真的覺得巴黎人 他不是只看不起法國南部人 他看不起所有人 對… 他們以自己比較為忠實 對… 那我們問一下黃鐙輝 你剛從南部上來的時候 你有沒有碰到像這種狀況 你跟台北人說什麼 他聽不懂 其實台北人就是會比較… 比如說你要說 你可以跟我唱一下唱嗎 因為台中的口音就是… 就是那個拍照 就是說唱唱 然後他說 你說什麼 唱唱啊 唱唱嗎 唱一下嗎 他說 然後他說 你說國語叫什麼拍照 唱唱啦 唱什麼唱啦 你台中來就會被人家… 有一些… 有一些口音就是 他們會聽不懂 然後就覺得 你好像是鄉下來的這樣子 但是其實那個法國… 其實有一個故事就是… 其實他們講得很對 就是法國人其實… 他們是… 如果說台北是… 是台灣的天龍國 那法國呢 可能就是世界的天龍國 因為… 因為我有一個那個… 地理…歷史老師在法國 他只是去法國玩而已 然後呢 他就用英文 他用全國際通用的那個語言 英文跟他們問一些問題 結果呢 法國人呢 就一直回答他法文 然後他又用英文問他呢 他又回他法文 然後他覺得奇怪 我用英文問他 他可以回我 代表他聽得懂嘛 那他幹嘛不用英文回我 我要一直用法文回我 後來他就說 然後… 那個法國人就開始用英文回答他了 他嚇到了 所以他們就覺得 我是法國人 我不要跟你講英文 我就用法文回你 聽不懂 是你家的事 是沒錯 我去日本也有一個一模一樣的東西 你應該是去的是東京吧 沒有 沒有 我是在大阪 大阪 我在大阪 不是我的事 我去那邊我跟那個捷運裡面 我跟他講一些我會的日文 他都用英文回我 然後我是跟他講英文 他就是用日文回我 我完全聽不懂 所以我開始認真念書 我一天我就去那邊 我就跟他講日文 我跟他講日文他就用英文回我 不過我要替日本講一句話是說 因為有時候你在講英文對他們講 其實他們是害怕回答 所以他們用日文回答 還是其實他們只是用他們的語言在說 對不起你講什麼我聽不懂 類似 其實他們也是怕他們講出來以後 覺得不標準 或你聽不懂 還是他說出來的英文 聽起來很像日文 沒有可能 不是啦 日本人其實很多人聽得懂英文 但是就是… 不好意思說 對 還有就是常常被你們笑 你們日本人的英文很浪 就是你們啊 就是害我們啊 你知道嗎 在台灣對不對 我沒有… 這時候你們兩個要變好朋友 沒有 我跟你講 這很多在台灣的時候 我們講英文的時候 很多台灣人笑我們對不對 忘日本的英文很浪 其實老師說Mondo 他在說話嗎 老師講 因為我們休息 在休息室的時候 他都會跟我講英文 我都聽得懂 但是我跟你講英文 我什麼都聽不懂耶 OK OK 我們可以講英文 Let's go Come on baby 你聽懂嗎 我聽得懂 Let's go 對 我就說 我就說嘛 好 我們來看第二個是什麼呢 田龍國的人會 不想離開住的地方 什麼意思啊 不想離開住的地方 我覺得可能就是說 你自己居住的地方 你已經很習慣了 又方便了 就譬如說我們住台北 像我住台北 我就會覺得說 我應該就是在方圓十里之內 活動就好了 譬如說 那意思是說 如果你今天住在台北市 信義區 你就覺得去天母 是相當遠的地方 天母這個距離 我現在目前還可以接受 如果說你說到新北市 我就會覺得我已經跨線了 就是他比較不會去適應新的環境 他就覺得他到新的環境去 他不知道他怎麼辦比較好 我覺得會更好 是不是你們就會覺得說 三重那個地方就是 自然會比較不好 所以不想去或是這個邏輯 不是 我會覺得 三重的遠距 鳳姐遠赴美國工作 卻發現民情差很大 第一次搭紐約地鐵 然後我就覺得 我坐在那邊 然後很惶恐 然後我一直想要找人問 可是就是一直沒有辦法 就是抓到任何一個人挺下腳步 或是沒有人願意就是問我說 你是不是需要幫忙 像我之後去其他的城市 芝加哥或是洛杉磯 就是我可能只是站在那邊 可能是附近的員工 商店的員工 也有可能是路人之類 他們就會可能主動來跟你說 你今天好嗎 你今天還好嗎 想什麼可以幫你的地方